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魔苍狼 你终于出来了 老夫已恭候多时了 水灵在哪儿 好 将蓝水灵带上来 你怎么来了 我来救你出去 谁用你救 你快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这一个要救人 一个却不想走 老夫还真的糊涂了 我们之间的事 与你何干 怎么会与我无干呢 这姑娘的弟弟拿了我的武当秘籍 而你又与他互生情愫 你如今武功进步得如此之快 定然是偷了武当的剑法 不用武当剑法 我一样能打败你 我一样能打败你 你这是什么功法 你这炼的是什么功法 你这炼的是什么功法 你这炼的是天下第一 什么邪术证书的 今天你将我逼到如此境地 我让你看看这功法的厉害 我让你看看这功法的厉害 这小子火猴未到 江兴运功遭了反噬 快快给我拿下 东方亮 你快跑 你打不过他们三个人的 你快跑 我要你活去 你活去 进入武当地界了吧 快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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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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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休息一下吧 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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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阁主 阁主 所有的兵马 所有的兵马已备齐 好 大家修整一下 准备进攻武当山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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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生病了 你怎么了 你生病了 驾 东方亮那边如何了 启禀大人 东方亮最近不知道在修炼一种什么邪派武功 与之前判若两人 武功是长进不少 不过最后还是被毛苍浪打败了 那他现在人哪 属下亲眼目睹他坠下山崖 生死不明 大人 我们已经进入武当山地界 为何在此停歇呀 急什么呀 这武当山又跑不了 好 再说了 到了武当山必定有一场恶战 让大家仰精蓄锐 大人说得是 大人 吴亮好像故意放慢了速度 这是为何 他这样对我们有利 等关外的队伍一到 我们便可离英外合 一举拿下武当 走啊 武兽部长 向前任 救水灵 我没有救水灵 我们要救水灵姑娘 救水灵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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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救赳武当 救水灵姑娘 救赳武当 救水灵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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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赳武当 救赳血灵姑娘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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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灵出什么事了吗 看着像是吐司少爷 在召集人手 咱们快去看看 兴许能打听到东方大哥 和水灵姐的下路 走 走 各位族人们 兄弟姐妹们 如今的武当 已不是从前的武当浪 牟沧浪勾结官府 欺压百姓 把我们武当山 最珍贵的药材 全部搜刮一空 前几日 我们寨子的水灵姑娘 被牟沧浪派人给抓走了 至今生死未卜 我身为吐司之子 不能坐视不惯 水灵姑娘太可怜了 父母双亡 她弟弟至今生死未卜 可不是吗 我们要是再不管 就没人能管了 我决议上武当山救人 希望各位族人定力相助 但我绝不强求 各位全凭自愿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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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司少爷 救少爷 我去 旅京在此谢过大家了 旅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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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土家寨子永远都是你的家 土家的兄弟们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的 对 兄弟们 对 咱们上武当救水灵 救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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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武当山的一处山沟 我怎么会在这儿 人家走 海水灵 我 你要是 他 有 人家 你 哪 人家 人家 真是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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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都把东西拿好了 快 郁京 这次上武当山 我精选了百十名勇士 再加上有你们这些人 营救水灵 应该是十那九稳的 多谢吐司少爷了 不过我们这次去 不能只救我姐姐一个人 小心啊 那你的意思是 把武当山被看管的一众长老 和弟子都救出来了 大家都小心一点 听说牟沧浪 为了给朝廷供应药材 原来的武当弟子 现在都被强制制药 山上的防备十分严密 即便救出我们如何下山 总会有办法的 走 走 走 都跟上 大家小心脚下 注意点 来 出发了 出发了 好 好 人家小心脚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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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奸程 辛苦了 为大汗效力 理所应当啊 朝廷的兵马就快到了 诸位可先去我处休养 好 请 这把七星剑果然不凡 不凡 此去武当山 我们势单力薄 不知道了之后 玉京想如何行动 我也还没想出办法来呢 这武当山虽然我没有去过 不过据我所知 这深山谷叉 一般都会有些机关暗道 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罢了 我小时候倒是也听师祖爷爷提起过一些 不过 我知道啊 要说这武当山上面的机关暗道 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 不过 从山下到山上的暗道只有一条 只有一条 没错 而且这条暗道 只有无相掌门和我爷爷知道 巧儿 那这暗道到底在哪里 在南岩宫 而且开启暗道 必须要用无刃骨剑 无刃骨剑 我爷爷说过 在南岩宫龙首石下三尺之处 便是暗道开启之地 随后 南岩宫的玄武大帝神像后面的暗道大门 就会打开 同时山底下的暗道门也就开启了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必须要有人先潜入上山 没错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了 那无刃骨剑 在我们离开昆蓝山的时候 我交给姐姐保管了 可是你姐姐被抓走了 放心 咱们这么多人 一定能把水灵救出来的 也不知道 我表哥现在身在何处啊 怎么样啊 这次交手 虽然让我身受重伤 反倒是让我的功法完整了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要说东方工资的运气可真好 要说东方工资的运气可真好 要不是我 到山林寻找炼剑的材料 途经那里 你就悬了 不到了 这个儿向你 你给了 你什么气 你也就想 要关心 你 我能打扎 这个医剑两个字啊 本该早就课完 都怪老朽了 当初失手打翻药水 致使医字尚未课完 本想上武当山寻找原材料 不过还是没有找到啊 这有些事情是天意 但是宋先生就让它顺其自然吧 既然如此那便顺其自然吧 对了 接下来你准备 我要上武当山 好 这剑我就交还于你 多谢宋先生 不客气 大人大人 快去禀报 就说武当的新掌门到了 新掌门 大人说的是牟掌门 他就在山上 快去告诉牟沧浪 就说以后武当的掌门 就是无量道长 是 是 大人 关上山门 不许放走一个人 大人的意思是 当然是一个也不留 是 杨皇和崔英元哪 还不知在何处 叫他们赶快抓紧速度 是 掌门 掌门 不好了 何事惊慌 无量带着锦衣卫 已经封锁了各个锦要关口 已经刹上山来了 什么 你看到的是锦衣卫吗 他们还说现在的现任掌门 是 是 竹链 好你个微中贤 你这是要将我当作弃子舍掉啊 马上召集人手 是 走 这次事关重大 我们人数太多了 目标太大 顾大侠 你和我看看 能否先救出一些武当弟子 与我们配合 好 那我就和吐司少爷 带着吐家兄弟 想办法去寻找一下密道入口 我带上燕儿 先去看看我爹和水灵他们 在什么位置 好 我们兵分三路 上山 好 一本 官 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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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处如此深 不知道车上运的是什么 怎么了 大人 玉 大人 怎么啦 没什么 可能是我听错了 快走吧 无量他们在紫桥宫等咱们呢 走 驾 驾 老佑人 继续先进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到了 看来我们要尽快了 我想魏忠贤为了报复我们 可能给无量下了武当灭门的命令 这个魏忠贤 真是狠毒 走吧 无量 这次还带了锦衣卫前来 大人 我们动手吧 不急 先看看好戏 这次是狠毒 是狠毒 这次就是狠毒 这次是狠毒 你有什么国草毒 你抓住付的 你手把你带住 说这个困扎 来 把狠毒 无量长老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记着 从今往后在这个世上 再也没有什么无量长老 只有无量掌门 无量长老不能再杀了呀 当然要杀 杀 没想到在山脚下能碰到你们 东方大哥 你等一下 你身上背的可是无刃古剑 你怎么知道我这把剑的来历 无刃古剑的材质独一无二 我们正找这把剑呢 这把剑是开启密道大门的钥匙 钥匙 天然云铁拥有磁性 磁熊是一对 若是将这无刃古剑 放在南延宫龙手石下面三寸之处 便可开启密道大门 哦 这把剑还有这个用途 东方大哥 你先再速去南延宫 帮我们开启密道大门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密道 上山去救人了 好 我这就去 我给你 我给你 我去 你自己 不能让你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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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兵大人 帝氏写药 此地一守难攻 我们冲了两次都被打回来了 大人 要不要我们 一会儿再说 去 是 莫泽兰 你跟违抗朝廷吗 无量 你这个败类 我留你不死 是想让你为武当做些事情 没想到今日你竟想毁了武当 谋创了 你别虚心假意了 先跟朝廷合作的是你 先占领武当山的也是你 是你把武当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 你还来谴责我 我当这个武当掌门 是为了武当永远立于武林之首的位置 这也是 武当历代掌门的愿望 历代掌门的愿望 可笑 你彼此无相 你还有脸跟我说这些 多说武艺 你可否跟我比一场 如果是我赢 如果是我赢 你就自稳于此 若是你赢 那便是我死在这里 牟丧郎 你以为我无量是傻子呀 上 好戏就要开始了 好戏就要开始了 牟丧郎 看到了吧 这是卫大人 让我荡平武当的 想灭了我们 你也太狂妄了吧 天宝 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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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快点 大家快点 快快快 走 走 小心 快看快看 紫小虎怎么冒烟了 快看 怎么了 冒烟了 你看呀 快看快看 你看那边啊 刚才那惊天巨像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燕 看似好像是从紫硝宫里冒出来的呀 听说无量带着锦衣卫上上来的目的 就是取代牟沧浪 什么 无量他 锦衣卫 看样子他们是偷靠了 魏忠贤 看来我武当 最后还是毁在自己人的手里呀 莫沧浪 武功再好还有何用啊 就连宣碧师在斗 武量 武量是疯了 为我武当 这笔账 我们在乌鸦岭跟它算 是 撤 这个仇我牟沧浪一定会报的 是 我发誓 走 快了 快快 快快 追 追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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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是无色蟑螂啊 您有什么事 吩咐我们就好了 您老往这儿一站 这大家都不干活了 武当就要完了 还干什么活啊 这掌门可吩咐过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这制药都不能停 再说了 你们可别忘了 各位可都中了 这夺命断肠散的毒 要是再过三日没有解药 没有解药 这可怎么 看来我武当 不出三日就要完了 七星剑客 七星剑客是我的父亲 我叫郭普 郭普普 郭普普 zus 郭普普娇 郭普普娇 郭普ощ 郭普万 亭娃 豪 郭普普 王 郭普 赵 水灵他不在这儿 这里都是些武当山的老人 和一些炼丹的道士 是谋苍朗逼着我们 在这里给他炼丹 水灵应该被他单独关押着 至于关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既然如此 我先带你们下山 然后再回来找我姐姐 不行啊 我们还不能走 怎么了 我们所有人 每日必须服夺命断肠散 然后再服解药 日复一日如此循环 这里虽然守卫不多 功夫也不好 但是没有解药的话 就算我们出去了 也活不掉了 这个谋苍朗竟然如此歹毒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解药 别动 医兄长命 解药在什么地方 我只知道 每七日 我等去到紫霄宫领药 但药不在紫霄宫 我真不知道啊 紫霄宫 走 你们是在干什么 哥 他们被勾了舌头 这都是什么药啊 管它是什么药 赶紧找水灵去吧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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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追了 这是药房 快找解药 快 找到了 找到了 对 这个就是解药 解药 对 太好了 估计他们以为我们是谋苍朗的人 以为我们看到他们逃跑 所以才跑了回来 不悔师太 不拨师叔 请你们二人速将解药分于众人 好 好 农首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